許多人知道鄭成功的故事 但是他的父親鄭之龍的生平事蹟 卻鮮少在戲劇演出 明華元以大航海時代為故事背景 上演了海賊之王鄭之龍傳奇 將壯觀的海戰場景搬上舞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代蕭雄鄭之龍 豪華的舞台效果是這次海賊之王鄭之龍傳奇另一亮點 重現大航海時代的作戰樣貌 舞台上將呈現眾多巨型的軍艦激戰場面 引領觀眾身歷其境 我飾演的是海賊之王裡面的最大會鄭之龍 畢生真的是用了畢生的功力 因為這世人不要演過這麼大會海戰 以前都是演小賊 那以事歷史上的記載 第一個東方艦隊打敗了西方的船隊 就是鄭之龍 所以我們會製作這齣戲 也是要讓很多我們這些後代的人 大家都知道鄭之龍 真正知道他們老伯是什麼人 就是我鄭之龍 這場跨界大戲由孫翠鳳 詮釋鄭之龍波蘭壯闊的人生 特別還邀請了京劇界的美猴王 朱露豪來共同演出 讓演員鄭榮更加有看頭 鄭之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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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鄭之龍 希望我的演出能夠讓大家更看到 台灣劇場界它是多元化的 它是很多跨界的 所以身為每一位台灣的演員呢 他都必須要會不同的表演 不僅朱露豪 就連喜劇演員林沐森 實力派演員郭耀仁 都共同參與演出 台上幕後共兩百人 共同重現這場 世紀海戰的壯麗史詩 曾經衛視五雄曲 高雄採訪報導